我们接下来这期课主要是介绍一下Compotor它的一个基本的使用案 前面课程当中用到过没有 还是先确认一下 今天主要是Compotor这个软件 它其实是一个软件 对它的一个基本使用 首先用它来干什么呢 就是在我们的项目代码当中 如果要用到一些第三方的一些功能内 或者叫做一些功能组件 就好比我们前面用到的验证码的 还有图片处理的 这几个是由于我们下载框架的时候 下载的那个完整版的压缩包 所以它里面包含了有 如果没有的话就需要我们自己安装 那Compotor就是来做这件事的 然后我们接下来要学习它的用法 首先第一个是安装配置这个软件 这个比较简单就操作操作完事了 然后就是使用Compotor 用它去安装一个项目 一个框架 比如我们今天会介绍 像我们TP5的框架 如果不去下载压缩包 直接用Compotor一个命令安装下来 就这种方式 然后第二个就是在项目当中 给它安装扩展包 安装一些功能包 首先我们看一下它的官网 我笔记上放了两个图 两个网址 它本身官网是属于国外的 还有一个中文的 所以放了两个 大家看哪些都行 这个脑址 这个脑址是吧 Compotor本身呢 它的意思应该是音乐家的意思 所以这是个艺术家 然后Compotor本身 它的官方的定义 就是PP 用来管理依赖关系的工具 管理依赖关系的 那什么叫依赖关系呢 就是我们这个项目 它得依赖于一些组件 比如依赖于我们验证码的那个组件 依赖于我们图像处理的那个组件 那就是一个依赖关系 那我们安装这个验证码的组件 或者说这个图像处理的这个组件的时候 它这个组件里边呢 它可能又依赖有别的东西 那可能我依赖你 你依赖它 它依赖它 有这么一个依赖关系 那我们安装的时候呢 如果说让我去安装 你这个组件 验证码这个组件 你还让我去安装一些别的组件过来 这就太麻烦了 所以呢 就提供了这么一个 PV呢 它就用这个composer 来管理这个依赖关系 那我要用验证码 我就只需要安装验证码就行 至于验证码它要用到的 比如说它要用到那个图像处理的 就是用到那个基地库画图的 画布的 它去画这个验证码 它用了一些东西 这是它的事 反正我就安装验证码 如果它有依赖别的 它自动去安装一下别的 所以是PP呢 用composer 来管理这个依赖关系 然后我们可以呢 在项目当中 直接声明 我想要用什么东西 我想要用验证码这个组件 我就声明一下 我要用验证码这个 然后回头的通过composer呢 就安装 就把所有东西都安装好 然后呢 通过composer 安装的这些东西呢 它还有一个很大的特点 就是它不仅仅是说 它能够帮你下载下来 它还会自动帮你呢 将它下载的东西 进行自动加载 你下载下来之后呢 通过composer下载的 它自动都会放到这个 温暖模式下 然后呢 它会给你建立起来 这个自动加载的 这么一个关系 那这些下载的东西 下载这些内文件 你不用说手动 但去进行node repair 你就可以通过命运空间 直接用 它是自动下载的 那这是composer安装的东西呢 它的一个特点 然后呢 用composer来安装这一个 一些工具 安装一些 叫扩展也好 叫图件也好 叫一些第三方 别人开发好的一些东西 那安装这些东西呢 它和我们传统的方式 它的一个区别 我们普通呢 就比如说我们之前 下载整个框架的话 我们是下载一个压缩 解压 然后呢 放到一个指令的目录 有这么一个过程 我下载压缩 解压压缩 这样文件的解压之后呢 放在一个特定的位置 然后再去用它 然后呢 用composer去安装的话呢 我们只要提前 把composer 这个软件安装好了 剩下的东西呢 只需要去执行 composer的命令就可以了 你在命令行 一行命令敲下来 它把前面 这所有的东西 全部都给做完了 它帮你下载 帮你解压 帮你放到一个特定的位置 然后你直接用就行 就什么东西 它都帮你做好 所以呢 用composer呢 用起来会比较方便一点 然后呢 具体的安装的话 可以看这个 比如官方的书册 从官方 从官方 到呢 这个中文文档 或者到这个入门指南 里面都有呢 相关的这个说明 从安装开始 一些介绍 然后安装的话呢 我也提供了 有这么一个 exe的这么一个文件 这是它从官方直接下载下来就行 从官方直接下载 下载下来 这主要是在我们Windows系统下 就直接点击这个可知性文件 进行下一步的安装 那如果说是其他的系统的 比如说以后 有现在用Mac的 用苹果系统的 或者说呢 以后用Ninux系统的 那可以看它这个安装的说明 有安装Windows的 有安装像其他的 Ninux下 什么Unix 其他系统的 都有说明 按照步骤来 那我眼前上放的呢 都是Windows系统下的 就是我放的是这一串 这一串 就直接使用这个安装程序去安装 也可以呢 如果想要手动安装的话 也行 你想手动安装 就打开你的这个命令行 打开这个SAMD 去执行命令 具体的命令呢 它这里也放了有 比如说你去呢 切换目录 切换到 它这是说放到 放到一个C盘的 一个B目录下 然后呢 再去执行 PAP-R 然后证明一行命令 去下载安装 那这是呢 通过命令安装的方式 那么Windows系统下呢 一般都直接点这个exe 可能大家用起来 会比较方便 比较习惯 然后呢 如果是其他的系统的话 前面也有 也有说明 执行一行命令 或者说呢 用PP的这个命令 或者用CURR的这个命令 都行 都是呢 去下载 下载安装 这一个Composer的软件 安装好 然后如果是通过命令去安装的话 特别是像这个其他的系统 以后用另一个系统的时候 安装的时候呢 还涉及到一个全局安装的 这么一个概念 因为我们Composer安装好之后呢 你通过命令去安装的 最终安装下来 会给你呢 会给你呢 出现一个Composer.phair 这么一个文件 这样安装好之后 会有这么一个文件 我们以后用的时候呢 都是通过这个文件 去进行安装的 需要执行一个呢 前面加个PP的命令 PP 空格 然后呢 Composer.phair 然后再去呢 执行别的命令 那这样写的时候呢 每次都要写一个 PTP 空格 Composer.phair 有点麻烦 所以他推荐一个全局的样的状况是 就是你把这个文件 直接移动到呢 一个全局的营幕 就是一个 User.no.co.bin 这么一个部门下 放到这儿 并且改个名字 改成了这个Composer 但这个命令呢 大家现在就是 看一下了解一下就行了 具体的这个操作命令 以后循例这个词中呢 会讲 这一场命令呢 它的作用 MV就是故事移动 就是把这个Composer.phair 移动到 一个 User.no.co.bin这个 mono下 那 重新命名一下 叫做Composer 有这个意思啊 就变成全局的了 那我们接下来呢 就是 主要是 Windows系统下的 就是呢 双击这个软件 下载之后双击 打开 然后我放在今天的mono里边 在这个资料里边 有一个Composer.setup.exe 然后呢 共享的里边呢 直接是把这个文件 共享在这儿 可以下载 好 那接下来 我们就去安装一下 这个安装呢 其实没什么特别好 特别好说的 注意一下 首先要联网 安装这个软件要联网 它中间呢 会联网去下载一些东西 然后呢 点击 一般都是 一直点击下一步 那中间呢 这些默认选项 我没有做 特殊说明的 你也不要去勾它 你也不要去取消它 就默认的下来就行 一直点击 Next的下一步 然后到中间的 这一个位置 可能会需要你去 就这里其实选中的 你当前这个 服务器上 就你当前这个电脑上 安装的这个PP 去选中这个PP.exe这个文件 如果一般情况下呢 都会帮你选中 都会帮你自动选中了 那你去看一下 是不是你现在安装的这个 特别是呢 大家电脑上呢 可能这个PP有好几个 比如说有72的版本 有71的版本 有70的版本 还有6辆多的版本 5辆多的版本 可能都有 那如果有各种各样的版本的话 你需要呢 去确认 这个路径 是你现在正在用的那一个 就行了 那如果说这里出现 你发现它是一边空白 什么都没给你选 那你就手中去选 点后面这个 手中去选中 那么需要呢 选的话呢 找到我们的 比如说PP study的 然后PHP 那找到我用的是7.0.12的 找到这里边 选中这个PP.exe 选中它就行了 然后继续往下走 进行安装 中间这里呢 也不用你填什么东西 也不用你选什么东西 因为这个选项 它是表示用代理的 用一些网络代理的 我们不用管 直接往下走 你也不用选它 选它容易导致 后面安装不成功 安装不成功 一直点击下一步 下一步 然后让它去安装 到这点击这个因此导致 安装了 那我这演示呢 我就演示到这儿了 后续安装的过程当中呢 有可能会出现不错 绝大多数情况下 都是因为你的网络不行 所以说首先要联网 首先要联网 然后如果说呢 联网之后 还发现有问题的 那就是因为网络不好 很可能是因为网络不好 但是呢 一种情况是另外 如果你本身 你安装之前 你首先在这个命令行下去 测试一下 比如说输入一个PP 控制杠杯 你看 接下来这个命令执行 是不是正常的 所以首先要这个命令执行 是没问题的 我们再去安装 那它一般出问题呢 可能就是网络问题了 但是如果说你这个PP 杠杯这个命令执行 都报错 这里面会有一些 很多的一些报错形式 那要先把它解决好 不然安装控制 它也会报错 因为composer是给予PP的 它也通过PP命令去运行的 但是这个呢 正常来说 如果说这两天 大家没有做什么特别 自己做一些什么 奇奇怪怪的配置的话 应该是没问题了 因为我们前面框架当中呢 创建模块 创建控制器 创建模型 我都带大家用了命令行了 如果那个命令没报错的话 用这个肯定是没问题的 如果有什么问题 也可以单独地叫我 我帮你看一下 好 然后一直点击安装 等待它一会儿就可以了 我这就放弃了 我本身安装的有 再按一个 按一个 按一个我先把他 好 这是呢 这个具体的安装步骤 所以中间 就是特别需要说明的呢 我给大家解了个图 放在笔记上 就是要去选这个PP的这个按照镜 就这一步是比较特殊 让大家去做的 剩下的就是下一步呀 或者说一次的安装 一直往下走就行 好 安装完成之后 打开你的命令行 重新打开一个命令行 然后呢 去输入一个命令 composer 输入composer 回车 那可能呢 要稍微等它一小块 反应比较慢 就等一块 会出来一个呢 一个composer 一个图标 后面有一些 这样一些命令提示 这说明就安装成功了 如果说它报的是 composer这个命令 不是一个内部或者说外部命令 就说明呢 你是没安装成功 所以只要出现下面这样 一个大写的composer 这么一个图形的 就说明是成功了 或者说呢 可以再输入composer 如果不想看到这么多东西 你说一个-v composer-v 出来的就是composer的一个版本 你安装的是版本 当然我这里是以前安装的 所以我安装的时候呢 还是1.7.2的 但是现在如果从官网去下载呢 可能安装的呢 还更高一点 无所谓 用哪个版本其实都行 首先呢 安装 现在也不要太着急去安装 我一会儿专门给你们时间了 第二步呢 安装好之后 我们还要去做一件事 就是配置镜像 这个应该比较熟了吧 这个词应该听说过吧 前面用vue的时候 是不是要配一个切换到淘宝的镜像 对吧 有这么回事啊 我们这里呢 也要配置一个镜像 配置到国内的一个镜像 因为它默认它是到国外去了 它的服务器本身是放在国外的 比较慢 或者说呢 你根本就下载不到 下载不到数据 所以我们需要呢 把这个镜像配置到国内 然后 正常情况下 它的数据呢 来源有两步子 一个是github.com github这个网站 一个是pactist.org 这么一个网站 它们其实都属于是 真正下载的东西的话 会是从国外的网站下载得很慢 那我们中文网站上呢 官方它也提供了一个中国的镜像 可以点过去看一下 后面有呢 镜像的使用方法 可以呢 直接 一个推荐的 一个全局的配置方式 就是呢 执行以下一行命令 你安装好之后 在命令行 用composer 空格config 刚记 刚记全局的 然后 ipo.commitist composer 后面加一个地址 这就是设置呢 到中国的镜像 从国内的一个服务器上去下载东西 这样会比较快点 所以我们呢 需要接下来去做的 就是执行 我笔记上也有这行命令 你直接复制过去就可以了 就这是一行命令 复制过去 在命令行下呢 直接去执行一下 这个命令你执行多次也没关系 然后没复制过来 对 对 对 今天 今天 今天用这个composer呢 你又始终把网开着就行了 连着网就行了 它执行呢 执行之后 执行完成 就换同了 其他的那些我也没有 你说你再多执行一遍 也没关系 执行一遍成功了就行了 好 那这是呢 安装和这个 配置的一个过程 配置这个环境 全局的一个镜像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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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